这场就业博览会是屏东开春后 第一场大型就业活动 吸引许多想转职的民众 前来找寻合适的工作机会 工作上几乎都是那种工厂加工区 那种在确认可以在做一个服务业 屏东薪资都还蛮多的 可能就是薪资方面 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薪资方面太低 或者是工作的地方太复杂 还是怎样才会小说 求职民众认为 屏东薪资条件低才会留不住人才 更希望有多元的就业机会提供选择 这场活动吸引上千位的求职者 到场填写资料 认真地了解每家公司的就业环境 现场还有为银法族提供的职场辅导 以及各种专业训练体验 县福表示 这一次活动共有100多家的厂商 提供1600多个职缺 更有新农业产业 号召新农业人才加入 融合了我们整个屏东县不管加工出口区 汽车材料区或者各传统的这个农科 或者是产业园区 那甚至在我们这一次整个农业的部分 有相当多的一个参与跟表现 新农业产业提供了就业机会 劳动部长徐明春参观时相当赞许 肯定屏东县政府推动新农业运动有成 期盼透过这次活动吸引更多人加入农业行列 解决缺工问题 屏东的这个新农业产业已经形成 那尤其大家也知道农业的缺工问题 一直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 那如何应应这个缺工 还有让大家能够审理 那就有赖于这个新农业产业 尤其是新的科技 那所以我们今天新农业产业就很多 副县长无力学也说 屏东是农业县 县府开办农业大学 成功让农二代传承农业 也鼓励许多人转行务农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县府未来也将导入创意与科技 期盼能够吸引更多人 成为新农业种子 因为屏东还是农业业是我们的大宗 那怎么样能够引进年轻人 能够进入我们的农业的 渔业的职场上面 然后让它有个更新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 导入新的创意 导入新的科技 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一步一趋 需要一个再努力的地方 今年的这场大型就业博览会 有许多新农业相关行业加入 对于农业县的屏东更有注意 而配合的厂商也都结识薪水 像是大江生医 国具 耿基恒春医院 桶联汽车等厂商 提供的中高阶薪水有40K至65K 难怪吸引求职者前来找寻好工作 场面热烈 评论新闻蔡丽华张志豪采访报道 来政党划 也要的名论 来政党伴奥丽华张志豪采访报道